Hello 回到 Prison Break 說一說Cowl Barrs 那件事 大家都看這個財經版應該看到 這裏都挺過癮的 因為太過癮了 所以想說一說 他和索羅斯在賭香港沽空港元 就輸了不少錢 現在彭博前幾天就出了一份 Story 就是出了一份 article 爆他那些東西 其實這件事就報了一個多兩個月 因為之前就已經有消息說 Cowl Barrs 其中一個基金 就倒了三千萬美元 去沽空港元 這個聯繫匯率會脫鉤的 因為這個港銀和美元是掛鉤的 這個掛鉤就會脫鉤 如果脫鉤 他這個基金就會贏 他這個基金就用了這三千萬元 去賭鉤這件事 當時是19年的時候 他就去成立這個基金 去賭鉤的 那個counter party 是誰呢 那個counter party 應該是幾間投資銀行 因為他現在他用期權 去Leverage 200倍 那他就是去Leverage 200倍 就應該不會一間投資銀行去幫他做的 應該是幾間的 OK 哪幾間的counter party 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輸他就輸了這三千萬美元了 OK 剩下兩個月 兩個月後如果港銀 港幣和美元這個掛鉤 這個套鉤仍然存在 他就輸了 但是如果脫鉤呢 Break 這個Pack 是脫鉤的呢 那他就贏了 他還要是贏200倍的 那我想所有人 包括那些幾歲大的10元仔 都可以跟你說 是不會脫鉤的 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現在很健康 股票又升了一些 所以他呢 他就輸的 他就慘了 那他現在基本上呢 就是在搖底 那為什麼爆出來呢 因為現在美國那邊那個SEC 就是美國那邊的這個監測委員會呢 就在研究著他這個基金背後那些資金 因為他就之前呢 他成立這個基金呢 他就融資了幾次 融資了幾次 然後呢就去賣股票 OK 這樣吧 那但是這個融資和賣股票 這個這樣的程序呢 是沒有登記到的在美國 那所以呢 美國那邊這個監測委員會呢 就研究這件事 他只不過是研究我而已 是強調這件事 沒有說Cowby Carbass 他那間基金 Hayman Capital 和郭文貴有做任何事情 那因為呢 郭文貴和Steve Bannon是賣錢給他的 郭文貴 大家知道什麼了 還有Steve Bannon呢 他就 是他們做融資和這個 sale share的 這個賣股票的 然後才去raise 一塊錢 這塊錢呢 就大概3億左右 3億左右美金 然後呢 這3億一部分呢 就去了 郭文貴一個新的電台 叫做GTV 這個GTV呢 在19年 這個黑暴的時候呢 就很活躍的 那另外一塊錢呢 小部分的錢呢 就去了 Cowby Carbass Hayman Capital 一個新的基金 那這個新的基金呢 就是專門沽空港元 去Bit 這個這樣的聯繫匯率呢 是會 會塌的 那 所以現在就爆這件事出來了 這件事呢 就和這個 應該19年的時候就已經試過了 因為19年的時候呢 他們 當時在香港呢 就在那 沽空港元 還有 又是用 又是用Futures 當時是用這個期貨的 他用期貨 沽空港元 但是呢 又沒有塌到 那裡又 就是 蝕錢 又 Wip out 那現在呢 又是另外一次 Wip out 那所以這傢伙呢 就好像索羅斯那樣 就是每次 在那 沽空港元呢 都損手爛腳走人的 都輸的 那意思呢 就是說 就是你憑這些地緣政治去搏 是很大機會輸的 因為那個 你對面那個玩家呢 是中共了 整個國家的資源呢 可以捧著那個市 玩殘回你 轉頭 就是你這些 Heyman Capital 那些傢伙 你這個基金 用有什麼 三千萬 是 三千萬 去沽空港元 三千萬對共產黨 都不是什麼錢呢 大哥 一條毛都不是 所以就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在政治遊戲中 去做一個投資決定 那就算手爛腳了 那他呢 就是由19年 至到現在 尤其是19年 和去年 這些年幾的時間呢 他就不停地唱衰香港 唱衰 一定倒楣 一定倒楣的 他就去很多 參加了很多 road show 他去了歐洲 去了荷蘭 英國 澳洲 加拿大那些地方 就在這裏 就是做一些 investment road show 就是說 香港就不行的了 一定倒楣的了 一定會派解放軍 坦克車來呢 就在這裏屠殺 到時就 香港經濟一定倒楣 這個 那個聯繫匯率呢 和這個 currency pack 都倒楣了 那 既然這樣呢 Let's bet on it man 他們想就他們想 我們就可以 就是賺 賺一百 還要是200 to one 這個這個 leverage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你每 投資一元呢 如果贏的話呢 你就拿二百元 就是這樣 那就是 但是就 如果輸的呢 你那三千萬就 威爆了 所以這件事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金仔你 你怎麼看呢 這裏 整件事呢 就是一個 用大陸一個字很準的 我想不到第二個字 叫碰瓷 就是拿一個 鎚鎚鎚鎚鎚 有人呢 不怕到 那這樣看的 其實就是 所謂一月代不一月一代呢 我想在 這些人的眼中 就看到了 就是當年 索羅斯呢 他搞了很多 整個亞洲的 不同的 currency 都被他 出了一輪來 他打算用一個大局影響 之後 再逼香港 港幣 是會受到影響 都不成功 就是人家捉一盆大棋 真是大棋 大鱷魚了 這麼多年 留在香港最後 才想著 前面就成功了 都搞不定 更何況 現在他一來 就想著 刀仔捐大樹 又不看自己的把刀 是牙籤來的 連刀都不是 那怎麼玩呢 就是 就是 人家做到這麼多準備 都還要檢討 搞不定 真是搞不定 更加不要說 他突然衝過來撞 誰知道原來有車鏡 真是糟糕 就是根本都不是一個 Dimension 其實你剛才這麼說 他們這些人 其實 以我看他們的東西 他們叫真真假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就是將一些 可能1% 10%的 我不是說1% 10%的 真的東西 見解 接著再撈九成的假東西 就變成真東西 他們是這樣的 好像那些人做假酒 他們是 這樣去做他們的media 做他們所謂的roll show PR 這樣的情況之外 就吹他們的fantasy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不是駁我們信他 是駁某些圈子的人 他們那個圈子的人 那些信徒 繼續捐錢 如果不是 你這個世紀帝 哇 真是骨格正奇啊 我們真是 哇 真是 我們可以 做 第二個中國 想這些事情 都不看自己哪一個 就是他們就好像那些 大家有看周星馳那一套 我看你骨格正奇 哇 將來你一定是孫中山二制 我不是說笑的 他們真的是這樣想的 那你想一下這件事 老實說 有些人如果是深謀遠慮的 那我覺得可能是 對整個民族來講 可能是很大的威脅 但是這些人呢 其實最大的威脅就是 就是 壞給那些外國人看 我覺得 最醜的就是 他們做這台猴子的戲 其實他們不是在侮辱 對方 是在侮辱他們自己 而又影響到 同一些carless的人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 你說今時今日呢 為什麼那些華人呢 不是華人 就是亞洲人 給那些白人 那些racist這樣搞 其實不多不少 就是固然那些人 就特地挑起了 但是這一幫那些猴子 在這裡 在這裡做怪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拖大家下水的人 那只是為了他們 那些少許的生存的利益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是 至少在 不止是在大陸 可能在香港 都拖不上去 出去的loser 就出去搞這些 搞搞預計的 你說這個 假假真真 真真假假 這件事是 都幾 都幾到肉的 因為他們是 they believe in their own bullshit 就是信了 它自己的假新聞 就是當你看到太多 立場新聞 大紀元 就是紀元那幾天 你看到太多 那些大紀元的假消息 真的覺得真的 那你真的覺得 會他們所謂的 資爆 那如果資爆 我們當然要沽空港元 沽空A股 還要是買重的 那一隻 所以就二百倍 這樣加碼 所以就 這樣就糟糕了 索羅斯那裡 說回他 九七的時候 第一次糟糕 第一次和中共鬥 但是又糟糕 其實就不是說 直接和中共鬥 他是和港府鬥 當時曾蔭權和任志剛 就在那裡反擊 就是糟糕了他那個trade 那時候九七年 但是他幾年前 就是五年前 就是九二年 他就糟糕了英倫銀行 就是糟糕了英榜 你看回當時 其實現在都很多傳媒 稱為他做一個 the man who collapsed the bank of England 他糟糕了英鎊 然後令到英倫銀行很乳皮 他就賺了筆 他基本上是憑這個trade 即沽空英鎊去發達的 未發生這件事之前 沒有人知道索羅斯是什麼 他不出名的 他成立 他贏了這個trade 他就一說成名 他跟Jim Rogers Jim Rogers 其實之後 九七年的時候都離開了他 可能知道他那些糟糕了 這個人是匈牙利的猶太人 很反共的 很反俄羅斯 很反蘇聯 很反俄羅斯 當然就很反中國 所以有這樣的意識形態在這裏 但是他就鬥不過 港府更加鬥不過 中共 就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就是他 他來這個戰場 槍又沒有 刀又沒有 拿著的是一支牙籤 那就是看你怎麼死 現在他和Kal Bas 都是這樣 就是用那三千萬 兼那些road show 對著那些鬼佬在這裏 唱衰香港 不如賺一筆吧 這樣就可以嗎 那就是 就是 你知不知道阿爺有多少水 可以浸死你幾次 都沒有完 那些水 所以就 這樣的情況 Anyway 回來再講其他事情 一會兒會講一些 新的中美貿易的數字 拜拜